草屯镇平鼎里七谷社区的七谷神木张树公 入选福田树木保育基金会抢救老树大作战活动 将会老树处理木材腐朽 整修枯断枝等问题 而整疗过程中全都是以人工攀树方式来进行 草屯的这棵七谷神木树式的部分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我们是要帮他做人工攀树的部分来帮他去做修剪 那主要是针对一些里层的那个部分 然后来去帮他做修剪 那可以增加他的透气性跟透光性 这样来年在就是来年春天在生长的时候 病虫害的机会也会减少 那主干的部分呢 大概有几处的那个比较大型的树洞腐朽的那个部分 我们也会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来去帮他做清除 那避免就是腐朽的部分越来越大 地方居民相当感谢福田树木医院的帮助 让地方性指标能够持续毅力不咬的生长 这些是相当丁股的老抽 可以说是清华年 在这个地方舒适不容易 这会经过福田老抽基金会的帮忙 相信这张老抽呢 可以透震它更加顺序 帮忙的休息空间 以游客的环境 还更多拖显 真感谢代表帮忙的机民 以及我们所有的义客 只剩12万分的感谢 感谢福田树木 保护基金会的扇行公益活动 先议员了指又感谢福田树木医院的扇行 希望在各界的帮助之下 张树公能够持续成为地方性重要的指标 希望藉由福田树木医院的抢救老树大作战活动 能让张树公恢复生机 提供居民及游客更好的休闲环境 记者 李永胜 草屯采访报道